同学们好 上一节课我们在要阅读的作家与作品上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读 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探讨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走进作品 进入作品 深入作品的路径 读者唯一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阅读 当然 阅读的过程不是要否定文学是有理论的命题 相反 我认为文学有理论 不仅有理论 甚或还有技巧 理论的抑郁在于它会大致规定一个时代的价值观 因而也会成为让后人突破的具体界限 而且在突破之中 我们既会看到相当绚丽壮观的斗争场景 应该说 我们即将解读的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主要作品 正是呈现了这样一种突破 以及突破所牵连的无奈 无力和悲伤 但同时也有希望 向往和勇气 不否认文学理论的存在 但是我想绕过理论的角度 绕过那种自上而下的俯瞰角度 航拍的作品 有一种全局的美 总是那样一种大块的绿色蓝色或者黑色 可是也许我们容易错过 在这一大块色彩里某一个小点背后的故事 有时候我情愿相信 这个小点有可能会影响到人的一生 因此 回到我们刚才所说过的那一段话 我想要陈述的 应该不是理论所规定的文学创作的价值观 而是这些小说家们在突破具体界限时 所呈现出来的无奈 无力和悲伤 以及他们的希望 向往和勇气 读者的角度是平等的角度 或者也许是微微仰视的角度 是在他人的小说世界里 读到自己的梦想 等待和破碎 然而总会觉得微微的有点不解和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先前从来不曾发现过自己 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梦想 等待和破碎的角度 是准备好出发和这些精心构建的文字 彼此交缠 肌肤相亲的角度 对于这样的角度 现代小说也许是合适的 19世纪之前的经典 距离我们太远 以至于需要我们仰望 仰望其中的人物 仰望已经渐行渐远的时代 而迷宫一般的现代经典小说 对于一个单纯的阅读者而言 最大的乐趣恰恰在于迷失 我想在这里借用 阿涅斯的最后一个下午中的一段话 来说明作为一个聪明的读者 我们怎样才能够从阅读中 获得最大的满足和乐趣 真正的读者 倘若还存在的话 一直都应该是唐基科德序言中 所指的那种悠闲的读者 是抛弃了日常事物和目的性的读者 中断自己的行程 因为眼下见到的美 阻挡着他离开 将自身将所有事先所想的 所计划的都搁置在一边 打开一本书 任由自己被一本书包围 或者置身于被阅读的状态 不仅要远离包围着我们 为我们所熟知的现实 而且应当更彻底 远离我们个人的故事 远离我们个人社会的 政治的 情感的界定 远离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理论 甚至如果可能的话 远离我们的身份 如果没有这份抛弃 没有这份最初的漫不经心 就不会有阅读 不会有任何发现和惊奇 而仅仅是对我们已经知道的 我们所欲求的和我们已经熟悉的一切的重复 最好的读者和最伟大的情人一样 是能够深陷在小说世界 自我放弃的人 这是我们要做解读的杜拉斯 在讲述写作时喜欢用的一个词 放弃自己 放弃自己社会的政治的情感的界定 任由自己被蛊惑 被迷梦一般的情景演注 放弃自己的前提是绝对的爱 应该是并不期望对方 给予过多物质性回报的爱 而在这样的一种爱中 我想我们所期待的 绝不会是答案和结局 只有放下我们先前所有的 一切对于我们的价值观 所做出的种种规定 放下要学习一点什么的目的性 才能够听凭自己 在文字的世界里漂浮和辗转 是的 我以为聪明的读者 是能够最大限度 从作品中得到满足的读者 这种满足 有可能会从作品的主题里得到 比如我们会谈到的萨特和加谬 但是不要总往大的地方去看 哪怕主题已经给了你 足够丰富的思考和感觉 也不要错过你走上岔路时 遇到你所不曾期望过的一片风景 给你带来的震惊和感动 作品里的一个段落 一句话 一个词 就能够给你带来一种颠覆性的快乐 就能令你在某个午后 在纷飞的大雪中 或是透过树叶照射下来的 斑驳的阳光中 望迹城市里 还有其他的东西存在 或许是因为很长时间里 我一直游离在学术性的文学研究之外 我才真的得到了很多 伊比纠鲁式的乐趣 其实伊比纠鲁告诉我们 感官的快乐 也是要借助理性与思考的 也需要节制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这门课的根本所在 凭借理性和思考 承受小说世界里 无所不在的细节之美 对我们感官所造成的冲击 在我们的教育中 我们可能或多或少 在所谓抓住中心思想的训练中 丧失了读书的乐趣 但是我希望能有机会 让大家尝试一种所谓细节的乐趣 纳伯科夫说过 细节优于概括 作品 哪怕是公认的伟大作品 也不见得是因为其 红阔的催人向上的主题而不朽的 时代在变 所谓理想道德的标准 也始终会变 并且即便有了红阔的主题 没有细节之美 也许始终无法陈旧不朽 关于细节之美 最世俗 同时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之一 是张爱玲 很多年前我也喜欢过她 喜欢她充满热情地 描绘这个世界的红绿搭配 和大多数人一样 我不会向往《清晨之恋》里 白流苏和范柳元的爱情 但是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却怎么也抵挡不了 这样一段描写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 钱财 地产 天长地久的一切 全都不可靠了 靠得住的只有她枪子里的这口气 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她突然爬到柳元身边 隔着她的棉被 拥抱着她 她从被窝里伸出手来 握住她的手 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 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 然而这一刹那能够让她们在一起 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隔着棉被的拥抱 依刹那的彻底谅解 十年八年的和谐生活 这个细节给我的震撼 在后来竟然演变成 我对婚姻的注解 我们要讲到的罗兰巴特说 不是文本模仿生活 而是生活模仿文本啊 我提到过罗兰巴特 也并不是要说 我们在这门课上会采用 结构主义或者解构主义的批评手段 我更不会把某个文本 拆分离析出若干的要素 像罗兰巴特本人所尝试的那样 如果说文学是存在的 文学批评是存在的 文学理论是存在的 批评的零零总总 其存在的目的却并不在于阅读 在某种程度上 那只是写作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肯定了这一点 这门课绝不是一门文学批评的课 作为一个阅读者 一个受到作品蛊惑的人 没有任何预期的目的 只是随着作品所开启的风景 去发现预言世界的美 其实不做自己的主 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如同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一个充满力量的人 我们在这门课上将阅读的这九位作家 在自己的作品里都充分地显示了这样的力量 只要你懂得阅读 你就会发现 文字的力量在某些时刻 的确会产生超越现实的力量 同样的道理 在我看来 作品的力量 也要远远超越作者本人的力量 作为必要的了解 我们会要讲到作家本身 甚至会讲到某些作家的私人生活 我们会精益地看到 有一些小说家 他们在人为的混淆 私人生活和小说之间的界限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将过多的注意力 放在作家本身 因为相信作品 远远比相信作家要来的可靠 要来的不容易失望一些 不要对着作品里的人物 故隐自怜 同样也不要参照这些作家去生活 要让他们笔下的梦幻世界 永远成为和我们现实世界 并行的世界 完好无损 我喜欢梦境这个词 被剥夺了所有抒情意义的梦境 因为它意味着 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种存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存在的可能性 追忆似水年华的晚会 是一个巨大的梦境 是现实 未来与语言世界共同奏响 彼此走向不同 出路也不同的梦境 在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中 它架空了现实世界里的时间 和空间的经纬 当我们坠入这样的梦境时 我们不会不感到心醉神迷 心醉神迷是一种忘记 属于自己的忧伤和快乐的状态 这样的作品向我们开启的 是一个完全的未知世界 这个世界完全 完全由你所不能预知的各种关系构成 感谢观看